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新意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应该讲叫一以贯之的创新追求 应该说博览局自成立以来 自承担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具体的承办业务以来 就把创新作为博览局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追求 也就是说创新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理念已经深入到博览局的全体干部员工的心中 所以创新的这种理念就贯彻在所有的博览局的16年的工作当中 第二点应该是不断丰富合作内容 因为中国东盟博览会从诞生开始是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这样一个使命 但是随着中国东盟深入合作的这种发展 博览会的内容到他所承担的使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或者说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 比如说从原来的单纯的商品贸易这样一个平台 现在已经全面扩展到投资与贸易有关的贸易变类化措施 社会人文等等这些方面 第三个吧 就是我们不断的创新的办会和合作的一些机制 因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十一国共办 所以在整个的办会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体现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比如说我们从博览会的早期就建立了三级 跟东盟十个国家三级共办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第四届开始我们建立了主题国的机制 第十一届开始我们又建立了特邀合作伙伴的机制 那么南宁渠道的这个机制也通过中方组委会的机制 使南宁渠道的它所发挥的作用和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阔 第四个方面就是中国东部安会秘书处始终把国览会的经贸失效 当成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的追求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讲中国东部安会还是一个国际大型的展览活动 那么对于一个展览会来讲 要按照展览行业的市场规律办事 要满足参展参会客商的对于参加和参展的真正的想获的这种需求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个经贸失效了 我们希望将来中国东盟博览会最重要的社会评价是参展企业和参会企业 大家能给予真正的好的 认为我们是有真正实效的这样的评价 那我想我们搭建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合作的平台的这种目的吧 就达到了 应该说主要这个四点吧 我们把它呢 把这种创新作为我们意义贯之的一种价值追求和博览会核心的一种团队的建设的一种理念 并且把它延续和贯穿下去 才是博览会这些年呢 稍微取得一点创新成绩的原因 第16届东博会的这个亮点活动当中 您最期待哪些 今年呢应该说波兰会亮点很多 也有很多的期待 第一呢我们热切的这个期待呢 今年的主题国印尼的活动呢 能够取得良好的收效 第二呢就是特邀合作伙伴呢 现在已经确定了是欧洲的波兰 这个是中国东盟波兰会第一次 邀请欧洲国家作为特邀合作伙伴 也是博览会呢贯穿 广西作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一个举措 那么从广西的层面上来讲呢 今天博览会呢我们六大重点 也是很值得期待 围绕这六大重点呢 也会设计很多的活动 也会设计很多的活动 那么这六大重点呢就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那么呢这个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国家刚刚批了广西作为向东盟开放的重要金融的门户的这个试点 另外呢这个中国东盟自贸区 这个建设方面嘛也有实际的 会有实际的突破 那么我们也会组织相关的这种活动 另外呢这个产业大招商 因为广西也刚刚推出了叫三年的招商的行动计划 那么呢通过博览会呢 我们也会设计一些实际的活动和举措 能够吸引更多的项目能够落户港西 第六个就是中国东盟信息港 也是作为今年博安会一项重点服务的任务 能够在信息大数据 以及中国东盟信息合作方面能够取得突破 所以说今年这六个方面吧 会有不少实际的活动举措 包括政策的发布 贸易机会的发布 项目的对接的机会等等 这些 那么我想这些都值得参展参会的客商期待 18年呢 咱们广西国际博览集团正式成立了 那么以后我相信博览集团 会展集团 也会成为这个东博会的举办的这个重要力量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博览集团相关的优势 今后又将面向东盟如何开展东博会的市场业务 成立广西国际博览集团呢 是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战略决策 成立这个集团的目的 我想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这个目的呢 应该主要有这么极点考虑 第一呢 当然首先是中国东博览会的升级发展 这个是集团的第一大使命 博览集团的第二大使命呢 应该就是带动广西会展业 乃至服务业的这个发展 成立集团第三个初衷呢 就是带动首府经济的发展 打造南宁的会展服务商圈 那么应该说呢 南宁会展中心呢 从建立到现在这几年的改扩建工程 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 希望通过这个会展商圈的建立呢 使整个这一片区域 形成一个日常的常态化的 一个繁荣的商圈 同时呢 也为首府的百姓吧 提供一个日常休闲消费娱乐 这个这样一个场所 那么对于博览集团来讲呢 也制定了自己的战略规划 那么从大的方面讲啊 博览集团呢 我想肯定首先应该是聚焦主业 高举博览事业或者说会展的 这样一个大企业 所以博览集团呢 提出呢 我们的努力方向 两大块这个努力方向 第一呢我们建设国内一流的会展的主办者 集团第二个努力方向 就是做全国最好的城市会展综合体验 这样一个运营商 那么目前集团呢 主要是四大业务板块 我们是围绕这四大业务板块来做 第一呢当然就是这个会展的这个板块 第二个呢就是厂管的运营 也就是说会展中心的出租这个运营 第三大板块呢就是配套服务的运营 第四个板块呢就是会展相关服务和资本运作 相信吧经过几年的努力跟打算吧 这个集团还是有很大的活力跟市场的潜力 也想请您介绍一下东博会未来升级发展的这个主要方向 17年4月份这个习总书记呢到广西考察 特别对中国东盟博览会做出了一段评价和指示 说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呢已经举办了15届 已经成为广西亮丽的名片 也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平台 然后呢也只是呢说我们呢要这个创新合作机制 这个打造各有主题鲜明 各有特色这个特色突出的高层对话平台和专业合作平台 畅通南宁渠道 这是总书记对一个展会做出的评价呢是不多的 这个呢是对我们的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应该说呢下一步呢博览会的升级发展 主要主指思想还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对博览会的期望和期待 所以呢中文东博览会今后的 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升级发展吧 肯定是围绕着习总书记提出的 尤其是这种具体的三个提法 创新区域合作机制 打造这个更加有特色的高层对话平台和专业合作平台 然后畅通南宁渠道 我想呢下一步博览会的升级发展 应该是高层对话平台的升级 专业合作平台的升级 南宁渠道的升级 同时呢这个中文东博览会呢 我们也服务呢 整个这个举办地呢 广西的对外开放和这个经济社会发展 所以呢也希望通过博览会的升级发展呢 能够带动呢整个广西会展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也服务广西主要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下一步吧 应该说这个就是升级发展的主要的方向 谢谢观看